今天迎来了今年第一波冷气团 外头真的冷得很有感 像在大台北地区早上温度只有16.9度 至于今天的最低温是出现在金门11.2度 而本岛、桃园、扬梅也只有13.7度 明后天、礼拜六礼拜天还是干空气笼罩 全台湾都天气晴朗 但是蛮冷的哦 所以是晴冷的感受 讲到冷就要来看看外头的温度 这波冷空气预计会影响2到3天 今天明天各地的温度都明显下降 像是北台湾 今天均温落在12到20度左右 中南部高温25、27度 但是要注意了 早上的低温像是中台湾只有13度 东台湾的低温也只有12度 北部跟宜兰、花莲 高温大概只有18到20度 有些地方恐怕会到21、22度 但这温度也不高 中部跟台东的高温就会高一些些 20到22度 但南台湾的高温也只剩下23、25、27度 而且要特别留意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预估是最冷的时间点 一直要等到礼拜天白天 冷空气慢慢减弱 温度才会逐渐回升 以上是今天的艾亚婷报气象 我们下回见